释迦族被琉璃王灭了 释迦牟尼佛劝导大家 逃难 那这就做迁移 佛为什么不救他 佛知道因果 为什么会有这个人责 为什么会 这个 有这么一场灾难 是因为过去之中啊 释迦族是一群渔夫大渔的 刘历王 他前世就是那个渔塘里的地狱 鱼也有领导啊 他们打鱼 把这个池塘水放干 把那个鱼 夜网打尽 人家怨恨在心 你灭了他的族 现在这一世到人间来了 又遇到了 他要把你这族灭掉 这个是佛也没办法 这个是佛也没办法 佛只能劝 族人逃难 翻过 西马来西马来西藏 西马来西藏 西马来西藏 是世家族的后裔 那个时候 逃到西后藏之后 就再没有回去了 再后藏 就落绝了 那变成西藏人 这是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所以佛教整个都到中国了 念世家族当年逃难 逃到西藏没回去 那说明 人在世界 与一切众生 不能结缘仇啊 这不是跟人家远处 欲缘 要吃它 慧缘这么大的灾难 释迦牟尼佛都所说不词 因果多么可怕 我们得罪人 跟人结缘 有意无意 轻而易举 缘恨结下去 那个人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 以后麻烦它了 这些事实丢在面前 稍稍留意 你都能看到 真正修佛的人 真正修佛的人 不敢 真正修佛的人 宁愿受委屈 修忍辱不论 绝不敢 愿恨一个人 愿恨一个人 会找来 无尽的麻烦 不要自以为聪明 那就是 愚痴到其处 才要跟人结缘 那真正有智慧的人 决定不敢 这个事情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